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正向报》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流山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想讲讲 有关于发生在2021年7月1日晚上 和铜锣湾SOGO对出的七一吉警男事件 50岁的孤狼姓梁的拿把刀一刺到苏sir 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在他逃避警方追捷期间 他竟然自裁 后来就宋远不治 其实整件事隔了一年也有多 当时搞出很多风风雨雨 甚至有人说要向他献花 又带小孩去 甚至去到时隔一年之后 仍然也有些人 虽然不能够让他们把花放在那里 不能够让梁烈士在金钟那么夸张 仍然也有些人会在袋子里 放一束花 走来走去 又或者拿着花去到那个位置 仍然站在那里也有 如是者 为什么这群人说要悼念他呢 当然说到他很可怜 何以他会得到这样的结局 就算你问我 直白点也要说一句 这个是他自己自找的 这个也是他自己要这样做的决定 当然你觉得他这样做是背后那种政治目的 仇景 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他没有告诉你 就算你发现到他家里有遗书等等 那是不是代表了他心里想的全部呢 这个也不能一口咬定 现在到今时今日 那些人对于这个姓梁的男人 究竟用什么心态 当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总是一个迷 不过他们就很喜欢在这些迷 或者一些很有创作空间的事件来说 他们就套入很多自己的情感进去 甚至乎又说他是烈士 港大的学生会评议会 还说要做一个动议向他致謝 向他这样的行为致謝 如是者这个人在他本来工作的公司 即是维他奶也掀起了另一场风波 也引起了另一批颜色的政治立场的人 向他们的公司就疯狂地攻击 而最近看到了 死恩廷就在没几天就着这件事 就说要召开一个非公开的言讯前的检讨 裁判官高维雄都说 将这件事排在11月30日展开聆讯 预计要花6天左右 要传召大约十几个人做证人 也据媒体所说 警务处处长、新的一哥肖扎儿 和当晚被刺到的警员苏sir 都被列为有利害关系者 而见到这个姓梁的家人 在没几天前其实也没有去到庭 不过据消息所说 法庭也有跟他们的家属保持联络 暂时都未知那个言讯 会不会安排这个陪审团 很明显他家人都明白到 如果袍头的话 有机会那个下场就跟较早前陈同学 他妈妈的情况会不会有机会一样呢 会不会被人狂映呢 当然啦 黄色那边阵营就会拿他出来抽水 就说他的家人很惨 要支持他、加油等等 也会再拿来抽水 说觉得有人这样做的话 即使代表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对的 甚至乎连条命都不要 都要做出这个行为 做出了一些他们很想做 但是不敢做 所以就称为烈士 烈士就牺牲自己 做一些其他人都很想做的事 什么反清复明 这样的事件 如果另一个颜色阵营 见到他的家人的话 我想一定是诅咒到爆炸 甚至乎起底 或者很多不同的东西都会出来 见到这个说死忍庭的言讯 下个月展开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我有留意到两边的颜色阵营马上又来了 当然啦 如果是很痛恨这个姓良的政治立场 和他所作出来的行为的人 即是那种颜色阵营 就会觉得 为什么要帮他搞这些聆讯 无需要想这么多 他就是这样 他也走了 为什么搞这么多 我们要记住 香港的死因裁判法庭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个职责 究竟是用来做什么 其实主要来说 是有两个功能的 其中一个 就是要调查一些非自然 和意外归天的情况 还要呈交当中的情况 和报告给有关当局 来防止同类型的事件发生 另外就是 透过这个言讯的公开进行 到时可以让市民知道 某些案件 当然有人归天 那个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也希望家属可以在这个言讯里 亲身听到和看到证人的作工 还有可能对亲人方面 对于走了的人感到释怀 当然我觉得最重点的 当然是要了解到 背后的真相为什么会归天 可能我出去也看到他 他一眼洗到自己身上 刚才提到 现在看到有一个肖泽宜 和当晚受伤的警员苏sir 叫他列为有利害关系者 即使这两个人牵涉到这件事 为什么会刺激到这个人 和这个人 为什么会因为 阿苏sir也好 或者一哥也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当然要比起市民大众 一个警惕的作用 何以为这件事 即这个姓梁的 警方就不让市民在这里献花 而跟着刚才提到的 所谓的梁烈士 在金钟PP的天桥 做了空中飞人 然后归天 所以大家明眼一看 两个都是被他们称之为烈士 为什么那个待遇不同呢 其实当时邓炳强局长说得很对 他说他这件事是 孤狼式的本土恐怖袭击 除了这个人 可能有些人说看他造型 不像凶臣恶杀 我不管他的造型 整个绵羊也好 什么都好 邓局长说了他很对 凡系美化和煽动暴力事件的人 其实都是要负责的 形容这些人都是满手茄汁 还有 当时还是特首的林郑月娥 也有强烈谴责这件事件 如是者 如果对于一个人 他要去对警员做出这些 有机会 甚至乎摆明是想奪去他的生命的危险行为 如果你去悼念一个这样的人 为他的行为而哭哭啼啼 或者你说不是 是啊 我是为他的个人 我不认识他 我不太清楚他做过什么 总之见到有一个人 他自己拿把刀 自裁 我就觉得是应该要的 你不要说那么多 你背后千百万的理由 那你就逐个逐个站在那里 告诉你 我原来是这样的思想 不是关于他刺下去那一下 你就会说得清楚 给那么多人听 如果有人因为见到这个孤狼的行为 见到也有那么多人同情他 而受到他的感染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们的鲜花 你们的所谓悼念 就算你说不是也好 也有机会被一些有心人 觉得你们在美化 甚至乎从而煽动某些人 有样学样 这些俗称为无仿犯 有些差点说 其实有时我们见到 有一些圆案或者奇案 好像为什么这么久都捉不到空手 还有为什么那个空手 有时会在一些空案现场 留下一些记号 或者留下一些符号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都看不明白 而且也有后期的时候 去到这些连环杀手的人 你会发觉 为什么有些好像是他做的案件 但又好像有少少不同 还有为什么地点距离 他可以叫走得那么快 其实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是有机会 出现了一些叫无仿犯 他那个留下的标志 或者一些叫符号 就会令到某些人觉得 他们这样做 或者做了一些行为之后 留下一些符号 就会引起他们的共鸣 当然我们见过一些案件 他们可能会集中于 那个受害人是某些行业 可能会是性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不同年纪 不同阶层的人 他们会做出类似的行为 引起一些叫做无仿犯的仿效 而那个符号就是他们的反生共鸣之处 如是者 你们这班人所摆出来的鲜花 都有机会成为了这些无形的符号 所以为什么那些831打死人 有那么多人会走去信 还有为什么那些文宣有那么大的影响 你看得多看得多 你都会对于当时的林郑月娥 邓炳强或者警察 或者其他不同的人 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因为太多这些 这样的转禁来的文宣 造成了一种印象给人 所以为什么不让他们摆这些花 不让他们做这些悼念的行为 搞到搜告 会否现象起 不是单止环境那么简单 如是者 看到现在这一次的事件 又会挑起了那班人出来说 刚才提到蓝色的可能会觉得 用什么对他们那么好 用什么还要说那么多 我们什么都看到了 当晚说来做什么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例如他遗书是怎样写 他之前可能一头半个月 或者他本身来说个人行为究竟是怎样的 还有为什么他会去了那里 为什么他那天会这样落手 还有会不会有机会受到什么人的影响 当然啦 家人也好朋友也好 他看那些什么的文宣也都会 这些要事实摆出来 来到对于公众方面有一个交代 我觉得这样是应该的 因此 《死因裁判法庭》 他们有一个功能就是 要给市民一个警惕的作用 甚至乎说明了 如果涉及一些公共利益的问题的情况下 都是要做这些言讯的 我们也看到当时的特首林郑月娥都说 明显是属于危害社会安宁和挑战特区政权 认为香港人是要居安私危 但这个居安私危的话 那个思思考的思 那为什么我们怎样去思考呢 就是要透过这个言讯里面 我们知道更加多 就算你是什么政治光复都好 希望他做出一个警惕的作用 不过很贱格的一点 就是那些例如如罗冠聪 又会再推出这件事出来说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们欠花 即是连基本悼念一个人都不可以 刚才我也解释得很清楚 其实会有机会煽动到 或者令到一些人会误会了 这个人的行为是对的 如是者对于警察方面的身体也好 或者他们的安全是有一个很大的威胁 我们也看到当时有些人在笑这件事 又说他们的战术背心穿得很肉酸 还是怎样 不好笑 那个是你呢 那怎么办 这里我也很担心 就是这些人无端端对于警察方面的仇恨 又好像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样 而另一方面 反对这些人的阵营又会打开了他们的潘朵拉的盒子 不要说到有些人一定是正义的 记住 每一个人潜藏里面都有些坏坏的心态 我不是说他们做一些坏事出来 不过他们用一个比较上是叫做自我为中心的看法 去看为什么死忍庭要做这件事 当然你有自己的既定立场不是不行 但是你也要尊重香港的法治制度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们又会想起一件事 这帮人真的很可惡 为什么呢 那个可惡点在哪里 这个人归了天 你不能追究他什么 而现在只不过是想说 还有这么多人出来要献花给他 为了去说这件事 就变成了两帮人又再拨起 他们心中对对方的仇怨 对政府的仇怨等等 对政府的仇怨似乎叫做减弱 不过就是对于他们的心里便觉得 社会上有多少他的同路人 即是他们口中的同路人 还有多少人都瘋到这样 会不会随时潜伏在社会里 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就会落手 或者瘋起来就会落手 不过我自己就这么看 有了BNO组家签证这件事 他们都可能没有那么会有一种叫做 玉石俱焚的做法 即是如果到时有什么就走 离开香港去英国尋找新生活 看到这么多人好像在英国都不错 那何妨自己为什么不过去呢 就是这样 那好了 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用一个平常心去对待这件事 希望要想的就是为什么社会上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警惕不要再有同类型的事情发生 这个才是对社会来说最好最正向的 好了那今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